来到小半天头55线,可以看到狭载的道路,来往车辆相当多 这条道路是连接小半天以及头151线的替代道路 为了因应小半天高架桥施工,头55-1线即将在9月5日开始封闭 届时这条头55线道就成了出入小半天的主要替代道路 因此日前在村长的成型下,议员许素霞会同县府公务处人员前往会堪 希望能改善目前这条替代道路狭载的问题 让来往出入的民众与游客能够更安全 小半天近年来发展观光,不管是平日或假日,来往小半天的民众与游客都相当多 因此竹林村长就希望县府能够尽快来协助,改善这条道路问题 议员许素霞也希望县府能够尽快协助来改善这条道路问题 议员许素霞也希望县府能够尽快协助来改善这条道路问题 让民众与游客能够更安全 今天应着我们村长及乡亲的一个要求 特别邀约我们南投县政府我们独木科科长来到现场来做一个55线的现场的一个会看 可以看到这条路真的是非常的狭小 尤其到假日的时候游览车,车辆真的也是非常多 但是在一个会车当中,我觉得说真的是来往的一些车辆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尤其路真的是太小了 所以希望说我们南投县政府可以体系到地方的一个需求挪出经费来作为我们这个地方这条道路的一个改善 也希望县府能重视地方民众的声音 尽速解决目前替代道路的问题 让民众与游客出入小半天能够更便利安全 民意新闻郑志伟 陆古采访报导